难难的地方都需要用关爱来扶贫创伤 看马来西亚最近同时发生了大水和大火 大火灾事发生在马六甲的老屋区 有三间房屋遭到波及 慈激志工前往发放慰问金 至于水患则要看的是马来西亚的登家楼 这一场大水受灾非常严重 慈激在勘灾评估之后呢 这一波有来自各地的志工 他们自掏腰包搭乘三部油奶车 前往发放为一千多个家庭送上物资 登家楼水患过后两个星期 来自槟城 太平 新山和雪兰娥四地的慈激志工 再度进入干马丸小镇 针对村子里一千户受灾家庭 进行灾后最大一次的发放 因为在关台那边告了一个段落 所以我们到回来看一看灾情 情况还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讨论的时候就决定说 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因缘 然后又要赶快的把全部的那个 我们的人力物力集中在这个 赶马满这个地区 就做了一千份的发放 灾后的几次发放中 这次算是人力最充足的一次 包括分会职工 部分志业也都自掏腰包 前来帮忙 这位海达他是槟城洗肾中心的护士助理 这次也化身成为志工 用熟悉的母语关怀自己的乡亲 原本不善表达的他 也在这趟赈灾行中 学会如何劝慕爱心 平日总是深入按脚 照顾弱势的社福部职工杨丽颖 这次也把握机会前来付出 今年刚受证成为慈济志工的他 更亲自见证自己要承担的使命 有人问我说 人家很多就已经很危险了 全部人跑出来 为什么你要跑进去 我就说当然要跑进去 我们慈济 慕心慕爱慕回来的钱 就是为了要救 就是要救把苦难的人 让他们有这个安稳的生活可以过 一生爱的问候 胜过千言万语 慈济志工用具体行动贴近灾民 也用爱护卫困难 大约新闻胡惠芬黄雁碧 马来西亚登家楼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